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就在今天上午六点多 在新北市的万里翡翠湾也要热情开跑了 而这也是我国唯一获得世界田径总会的金标赛的赛事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现场除了国内的人参赛之外 又非常多的外国人来到现场 而且早上的温度其实也是蛮偏低的 大家是全部撞到现场但是也是赶快的来热身了 因为待会的预计是在六点半准备就会来明枪来开赛 而可以看到现场参赛的人是非常的多 而且他们非常早就已经到现场来准备了 就是要等待待会的开跑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个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 也是在亚洲第一场绿色永续金标赛 那么在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的合作之下 可以知道这一次提供的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 而且参赛的人可以看到这个从空派机看下去的画面 是非常多的人整个马路都是塞的满满的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是说将近现场的人数是非常的多 而且初步估计只有将近一万个跑者来参赛 那可以知道除了国内跑者 国内国外的跑者也有参与 那这次可以知道是他们提供非常高品质的服务 除了提供这个跑步的衣服 服装的物资袋等等 这一回更是首创将这个赛事的现场回收的帆布 他们再次的利用做成限量版的随身包包野餐店 是非常的可爱 那可以知道是他们这次简单简单 创意的活用 也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那我们可以知道新闻市的万金石马朗松 其实如今也是台湾路跑的标杆赛之一 那我们可以知道是体育署呢 未来也将会持续地协助新北市政府 以及中华民国铁进协会朝向更高级的 这个标签认证迈进 那我们可以知道现场呢 其实新北市长好有意来到现场 而且呢他们已经在倒数了 可以看到现场呢已经鸣腔 而且呢要展开单会的 2023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的全马组别 42.195公里正式起跑 这个画面看起来就是很舒服啊 每一年都觉得赏心悦目 对 大家都喜欢运动 这个人活的就是要动 动起来 所以要一起来通过起跑点 对我们所谓的活动活动 你要活得更精彩 活得更健康 当然就是要从事体育活动 太重了 这个大家按手表的按手表 拿手机的拿手机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目标 对 这个马拉松比赛其实有的时候是 的确就是跟自己来做调整 就是你要刷新自己最好的机会 是 我们今年的万金石马拉松 现场也是有配速员 刚刚有看到就是带着那个白色气球的 你可以跟着他 你就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前进 那当然我觉得配速员 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他本身成绩很好 他会想要往前推进 可是跟上他速度的人可能会跟不上 所以自己要调配好那个速度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那我们的配速员基本上都训练有数 因为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配速员都是我们这个配速 担任这个工作很有经验的一些选手 所以他们要几点几分回到赛道终点 他们都会均速不会忽快忽慢 所以一些比较没有经验的身手 那你对于配速不了解的 你可以锁定你要的这个时间 然后锁定那个气球跟着气球跑 那你就可以达到你自己想要的 这个目标配速成绩 这样活动呢 其实可以看到是大家都是热情的参与 像这样子的这个跑步 那可以知道是这场活动 也预计会在今天下午来结束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